最近非常人気 用流利的日文介绍商品特色 36岁的蔡小姐 2月初转职投入代购公司任职 虽然薪水略低于之前在日商公司工作 但弹性工时 让她有时间准备日语口译师的考照 今年6月份才要毕业的萧同学 则是一直都有在从事外送兼职 趁着年后转职高峰 锁定行销工作 积极投递履历 也获得企业面试邀约 我本身是读日文 那其实现在会日文的人蛮多的 那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有待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的时候有担任过就是代购行业 那现在网络市场的商机是非常大的 包括团购啊 代购啊 或是把自己经营成一个品牌啊 或是就是 在自己的IG上面就是卖自己的产品 或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之类的 现在的商机是蛮大的 那我本身因为很喜欢买东西 那所以说如果我想说可以根据 自己可以根据这个兴趣 或是日文这个专场 那我之后想要投入代购行业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就是属于自己的空间 那可能有更多的被动式收入 大师下学期 自己的课基本上是比较松绑的 所以而且在目前这个时段 在大家上位毕业的时候 竞争会相对较低一点 所以我会希望能够尽早 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样也算相对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吧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六成七企业正面看待景气 较去年下降百分之十二 五成九有增财计划 其中最缺的是资讯科技业 和餐饮住宿业 急缺基层人力及中阶技术人才 而目前人力银行资料库 工作机会数达到63.9万笔 较前一年成长8% 显见厂商增财目标明确 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 发现说将近六成七的企业 对于景气都是正向持平的态度 相较于去年是比较保守的 那至于说讲到调薪的意愿 大概有四成五的企业 是有调薪的意愿的 那调薪的幅度大概落在3.7左右 那是不是会有增财计划呢 大概会有六成的企业有增财计划 最主要的原因是要 补足过去流失的人力 那还有就是年度的企业的 增财计划照旧 还有就是因为有一些是部分 是逆势成长的业务量增加 那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产业 现在有增财的需求最大呢 那就是资讯科技业 还有餐饮旅宿业 这两个部分呢 是因为说科技业其实长期来 都处于缺工的状况 所以呢现在在2023年 基本上业绩并没有下修 所以增财计划还是会照样的进行 甚至会有扩大增财的计划 那么餐饮旅宿等民生服务业呢 主要是因为国内现在经济复苏 那全面回温之后 也可以观察到说 不管是门市人员 餐饮服务人员等等的 现在都是非常缺工的状况 所以餐饮旅宿还有这个科技资讯业呢 对于调薪来说 相对也会比较有意愿 调薪来留人 那可以观察到说 这一次邀请到的企业呢 也寄出了门市人员最高有36000元 而且这个打工的时薪呢 也会远于远优劳基法 可以观察出 其实企业端呢 对于留住人才是不遗余力的 不只是提高薪资 也寄出相对好的员工福利 希望可以留住人才进驻 那为了要鼓励求职者呢 赶快在年后找到一个好工作 而且可以久任 所以我们也推出 找工作送一万元的活动 只要是这个1月12号起呢 在我们这边投递履历 一一人链行投递履历找到工作 只要通过三个月的审核 过了试用期之后 就可以向我们申请一万元的红包 那也希望说求职者 可以再找到更好的工作 得到更好的薪资待遇之外呢 还能够再帮自己 多领一个一万元的发财金 因为疫情结束嘛 所以我们餐饮也就是恢复 原来恢复经济恢复 那所以其实门市很需要各种的人员 然后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员其实跑去做 就是外送服务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疫情恢复的时候 如果你对餐饮有热情的话 那可以希望学到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来我们这边就是工作 那相对的因为要能够人才进来 我们也要能够提供更好的待遇 那所以我们目前公司需要的是门市 门市有除非干部 正职人选跟计时人员 那公司内部有每边 然后平保 然后行政人员 我们都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那关于薪资方面 其实我们 我们正职方面 门市人员都是从三万一开始 那除非干部是三万五 那如果到店长职人员 我们会在三万八 但是其实门市最主要的是 我们愿意给业绩奖金 所以只要达标的话 其实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那公司内部人员 我们今年初我们就涨 原本的人员 我们就涨了八到十%的薪资 那也希望有好的人才 希望来好的经验进来带给我们 或是愿意学习的对象 我们都非常欢迎 另外人力银行调查也显示 4成5的企业有调薪计划 相较去年的5成3略为下降 加薪幅度3.7% 也较去年的4.6% 下降近1% 呈现双降趋势 5成5不调薪的原因 则是产业景气不明 业绩不如预期 或没有固定的调薪制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